有學十大最常一件的問題 生活費不夠我們 我最低曾經有壓到一個月 就要XXXX買台幣 推薦銀行這個超準問 他們最後傳給我警告說 如果你再不穿的話 可能會退學 10號的飛機 就久久才寄到 那電信的部分呢 免費寄到台灣 我有大概兩三天 我就是蓋那個型貝貝 什麼都沒有 好第一年來 今天真的是很慘 用我慘痛經驗來跟大家說 如果要從機場到學校 大概就三個最大準則 蘋果真的是美食 超我 超我 呃 膠紙可能標露比較好 好那這樣 看起來很淑女可以的 好緊張喔 好就開始了 好 欸 我剛剛看有禿頭嗎 沒有 你還好 Action嗎 是的 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Albert 今天我們的影片比較不一樣 我們今天要拍 留學十大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以一些英國留學生 過來人的經驗討論這樣 所以要先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你是 喔對我幫大家 今年 今年剛讀完 好今年剛讀完 低學系第一年 好波梅蘭大學 然後我也是波梅蘭大學 我是 Sports 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 也是剛讀完第一年 所以我們現在都要去讀第二年了 今天這些問題都是從 IG跟台灣同學會的表單 那邊收集過來的 一些新生 他們常常問 或是說 想要考慮來英國留學人 問的問題這樣子 那我就從第一題開始吧 反正第一題呢 就是大家最想問的 就是費用的部分 我們一個月大概要花多少錢 這種費部分 我們大概有計算過 過得很充裕的話 大概300磅就夠了 不凡住宿費 沒有啦 會倒很充裕 我就算OK啊 你一個禮拜可以去外食一次耶 但是外食也不是說 吃得很好吃外食 就是愛10磅 應該說你吃素食就要10磅 所以他想一個禮拜生 自己自己去住宿 然後去吃餐廳 可能要20到30幾條不等 還有一件事 你出去外食的話 去吃餐廳 記得你可以說 我不要收服務費 你摳耶 摳的不費 5磅耶 你要付嗎 想清楚喔 電信的費用啊 對對對 因為通常電信費用的話 可能一個月就10磅左右 也有可能更低 要看個人 電信部分一個月就占10磅了嘛 所以這是必要要花錢 剩下的話 本錢的話其實就是自己煮啦 自己煮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花 比別人少很多的錢 我自己個人經驗 我真的非常驕傲這個部分 就這麼一次而已 就是盡量把我生活被壓到最低 我最低曾經有壓到 10月在這邊生活 不要給我 大概英鎊167 真的很扯 就大概跟 然後房租的話 像我們是住有四人為余的 公式與房 一個禮拜大概是180 上下 最近變貴了 原本是大概160到170 但這幾年因為水電被漲 所以你如果要找這種 不要included的房子的話 就會比較貴 水電被個包含 我覺得第一年來 這個狀態是比較有選擇啦 因為要在算水電被太麻煩啦 第一年來的話 第二題就是 如何去運動 這個時候會不會 這題是我從IP上面找到的 我開問答的時候 觀眾會的 這部分的話呢 我是用APP在計算 就是我會 每花一筆錢 我就會全部寄到APP裡面 所以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每次花錢 就又要再打開APP 再寄到也是很麻煩 所以上次不要花錢 不然就是 因為你就會看那個總數 它會跟你說 你這個月目前已經花多少錢 我就覺得說 還是盡量把那個總數 壓低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就盡量都不要花錢這樣 這是我的 賺錢秘技 我本人是用網路銀行啦 從我的主帳號 轉到大概三百 拔到的網路銀行 那月的開銷 就用掌卡 就可以比較好控制 上次說有沒有用 看個人啦 因為有時候 我會不會就是要租卡 沒有 但對 自己控制啦 這個會學期的 然後第三題就是 如果已經有 台灣海灣現金 回饋高的信用卡 還有需要再贏回貨嗎 這個是 學生會的那個標誕 裡面的新生會的問題 但其實我覺得 真的還是 要看你的學習 如果你待一年的話 可能還好 可是如果你要待三五年 更久更長的留學時間的話 可能還是開服比較好 畢竟大家都知道 匯率會有浮動問題嘛 你可能這時間 匯率好多趕快換的話 其實比較少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因為像同學要轉錢給你的話 你也拿到賺 對 如果要跟同學出去吃飯的話 大家只會給你英國賬戶 就是今天有英國賬戶 需要他的名字 帳號碼 跟收購 這三個東西就可以賺錢 這很方便 如果你只會 台灣銀行的話 他也沒辦法賺錢給你 要嘛就是要完全避免 或是你收現金 因為他是延伸體 那有沒有什麼推薦的銀行 我推薦的銀行 這個超多問 可是基本上 就其實就四個啦 LOIS Barkleys 慧豐 HSBC 然後跟Sighthands 我沒有聽過有沒有Sighthands 大部分人都是用Barkleys跟LOIS 香港人很多都是用HSBC 我覺得關於是 他的辦卡非常非常巡述 網路上是不是一切都完成 而且你也不用去獻賞銀卡 他直接記憶卡 可是這個要開 有些人是想要開 student account 因為我們身為學生是可以開 student account 他剛剛說LOIS很方便 那個是一般的account 雖然我不知道到底student account跟銀行 我不知道差別在哪 可能手續費嗎 如果說今天你是要用student account的話 要先去學校網站 像我們大學是直接在學校網站那邊 申請你的Bankletter 就拿著那個Bankletter 去走銀行的申請流程 但通常是要跟銀行有時間 本人去銀行的 那如果這部分有人想知道 詳細流程的話 我們再來拍片 這次就直接講general就好 好 另外一個還有 王尼航 規見八音之 王尼航就Monzo Revenue還有Dali 我是沒什麼聽過START 所以王尼航是比較常用的 我想說用過 我還是喜歡用Grab 因為出國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在Grab的時候 換壁紙 直接換壁紙 像之前的VOP 我們去VOP App裡面就可以換O元 然後就可以直接移付二手續費 只是匯率的時候匯差 你可能要直接移付二手續費 那自己再來試試看一下 接下來 下一部分 下一個問題是有關註冊的方面 好 第三個問題 這第四個 喔 第四個 喔 好 第四個問題 註冊方面 到英國還需要做什麼 喔 因為我這個部分 我之前在YouTube上 我們看到很多什麼 再跟大家解釋說註冊方面的東西 但我這邊以台灣人為例 因為之前很多人問 警局註冊這件事 但台灣人不需要警局註冊 所以是需要看 你的那個是哪裡這樣子 再來就是 喔 GP 在當地註冊可能就是GP一個銀行 有人問說 會不會大學帶大家一起去註冊 但不會 所以GP通常是自己網路上面註冊 你找離住的地方最近的那個GP 通常網路上面就可以註冊了 註冊完之後呢 通常也不需要本人去 除非你需要要的 偶爾需要本人 因為有時候要也只是打電話而已 所以GP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那銀行部分剛剛解釋過 再來是 這個部分是大學的部分 跟你的簽證有關 那大學會要求你在一個網站上面 Upload你的Document 不然簽證那時候有個 UK01的B-SHA東西 它會給你很多section 跟你說要上傳什麼 BRP也要上傳 那這些東西的話 如果不上傳的話 因為他們會不會要公布你的時候跟你說 喔 這些東西要上傳記的喔 可是你如果忘了記的話呢 他要傳E-Mail上面的 叫提醒你啦 我忘記了一個學期 我連續兩年忘記一個學期 我重新申請簽證兩次 好了這部分就是 記得要傳 因為他們最後傳給我警告是說 如果再不傳的話 我會退學 好 具體 所以就說 大家記得要把這東西弄好 好 然後第五題是 簽證大約6月可以申請嗎 這個是 台灣學生會新生的問題 簽證的部分呢 是建議大家 明白 因為每年速度不太一樣 前年第一次申請簽證都很可怕 我那時候7月初就申請 所以它不算晚 可是重點是我9月10號的飛機 9月9號才寄到花蓮 我是花蓮 我根本都已經想說 喔 我可能要去點飛機啊什麼 每年不太一樣 可是我去年申請的時候 8月初申請就會出下來 就不太一定 可能要去問看他們 最近數月速度怎麼樣 然後再去決定 因為簽證 從發下來那一天 開始算3個月內要入境 所以這部分也要記得 可是6月申請應該是OK啦 因為如果9月要來的話 通常都要等大概2到3週 9的話就像我那一年等特別久 那個真的很可怕 好 下一題 電信 你問我推薦在網路吃到嗎 好 現在電信片嘛 那電信的部分呢 那你念一下有哪些公司 GIF GAF 3 Chelsea 好 這什麼 O2 EE Porder 1 which is Vox OK 那反正這部分呢 我是建議啦 我覺得這樣做比較好 因為GIF GAF 這個公司好的地方是說 雖然 我在學校常常收不到訊號 但是至少 它可以 免費寄到台灣去 你只需要在網路上面註冊就好 好處是說 你至少一下飛機 你確保你絕對有網路 絕對有辦法通訊 我覺得第一個月可以用這個 因為反正他們沒有網路 所以你可能買第一個月 然後就可以換另外一個公司 那公司部分的話 我們都用Voxy 就是那個Voxy下面的 那它好處是 不會像GIF GAF一樣 收不到訊號 因為GIF GAF我用了一年 所以 Genesis之前也是用GIF GAF 它在學校也是完全收不到訊號 這部分還是推薦Voxy可能比較好 它都會有什麼送社交媒體啊 讓你免費一直 瀏覽什麼 這些計畫可能就是自己再去看 其實講真的 如果大家Welcome Week的時候來的話 其實都會送很多 就是不管你宿舍啊 還是什麼學校的地方 他們都會送很多免費的電信卡 所以不需要自己去買 喔 等一下 還有他們都會有那種Bondo 像說你買10GB 然後一個月10磅這樣 所以基本上不會有吃到飽 可是10GB講真的也是吃到飽 所以就是大家在自己 就是看自己需求 看什麼 而且講真的英國到處都有網路 有時候也不太需要用到自己網 除非在外啦 沒有 在學校 Campus裡面沒有OK 做過之後 我是用WiFi的 還沒有看到 有一些電信公司 是打算我們上去法國 因為後來Genesis買了之後 才發現她手機原本就已經 已經有網路 她的電信裡面本來就有這一條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 有些電信公司有這個東西啊 不錯 就是去國外也不用多加錢 結束電信片 主要圖 購物片 第七題 這個是我們比較有聯繫的 你有新的啊 也是沒有什麼新的啊 是 請具等大型物品 剛到英國要怎麼買比較好呢 我先講我自己個人經驗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很緊張這件事情 因為第一次啊 你要帶很多東西來 所以你其實也沒有空間 再放那些枕頭啊 什麼都沒有的 所以那時候呢 這個是Genesis他們學校 給的網站 後來發現我們學校也有些人 網站叫做 有各種生活用品 枕頭 羽絨背啊 什麼你想要說的東西都有 連馬桶刷都有 我那時候就是先訂好 訂在我 到宿舍那天來這樣 可是他有一個問題 我那時候還沒來之前我不知道 首先你要先確認你住的地方有沒有reception 沒有的話就沒有幫你收 所以沒有幫你收的後果是什麼的 如果你在他的time slot 他跟你說要送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不在的話 他有可能就直接走人 跟你說他下次再來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遇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有大概兩三天 我就是蓋那個小配備 什麼都沒有這樣子 不是兩天 喔不然就是Amazon Amazon也可以 你可以記得是註冊的Amazon Prime 對 學生 學生會有六個月免費 所以連運費都不用寫 然後隔天就會到 對 可是最後一天記得要取消 不然會開始charge你 我還是覺得說 一定要帶一套床單來 有床單自己帶 單枕頭 那你十一天看的話 我其實是 那時候都買完 因為那時候開學大家都剛回來 然後或者是大家都新來了 所以大家都在買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看的話 就是推薦幾家店 就是WALCO IKEA AUDI 對 AUDI AUDI有時候會有 開賣也有啦 帶枕頭啦 成功帶其實你真的也散不下 因為第一次想要帶什麼東西 就看你們自己的自行決定吧 網路上買比較好 還是推薦大家第一次來 不要自己就是逞強 然後等下講好了 這個故事真的在說 第八就是推薦的超市 超市的話 反正他們在英國有類似一個 從最平均就是AUDI 最大均就是AUDI 網上一階的話 就是所謂的 Tesco 跟Sainsbury 然後再網上一階呢 就是 MS-Pensbury 階級越高 質量越好 錢比較貴 我個人啦 剛來的時候常去AUDI買東西 因為我覺得它東西 真的非常非常美 可是在這邊生活久了 發現其實 Tesco的Membership product 還有Sainsbury Night Guitar 其實價格差不多 AUDI推薦了 M-Pensbury就比較少 真的比較貴 AUDI就是他沒有辦法擠點 然後Tesco跟Sainsbury可以擠點 他們可以擠點之外呢 他們點到一定數量的時候 是可以 就是變成現金回扣的 那M&S的話 因為我很少在那邊 Shopping會比較貴一點 他也有擠點卡 但是我不確定他的 Shopback是怎麼樣 他剛剛講到 因為他在Celioc 所以這些超市全部都有 然後所以很方便 大概走路 有人來回10分鐘 什麼都其實講 真的不太需要擔心 因為就很緊 可是我去年經驗 近一年來的經驗 真的真的很慘 我那時候在Tennis Corps吧 如果住在國民還就知道 在Vale那邊 所以非常的遠 大概平方可能 我都不知道多少公尺以內 是沒有東西 就是沒有任何超市的 我就那時候的 XXX 然後反正呢 我就是硬要 下飛機那天 就是強迫症 我一定需要買到 涕水器 我不要再花錢買水了 但是 無聊 就是為了這種無聊的堅持 那時候就是 走了30分鐘才到超市 就一家一家問哪有 濾水器 反正就是一整個很慘 濾水器之外呢 我還要買很多生活用品 像食物啊 沒有食物型 然後還有一些像衛生紙 什麼有的沒有的 所以總而言之 我最後買了 兩大包 從奧迪買兩大包 現在先等一下 奧迪離Tennisco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差不多 走路半個小時 所以我就帶這兩包 超級大包的生活用品 走到半個小時到我宿舍 然後因為我還是沒有找到滋水器 所以我又走了半個小時 大概40分鐘喔 走到Walko那邊 然後去找滋水器 最後在Walko走到滋水器 所以告訴他要Walko滋水器 然後呢再走回去那裡 再走回去Tennisco 再走40分鐘回去 所以我第一天來之後 馬上非常的絕望 就覺得我到底為什麼 而且就看到大家都有家人 就是買東西然後帶到車上 然後開車帶他們回去啊什麼之類 我就覺得 真的嗎 真的有辦法嗎 對 不是 重點 我整個是覺得很悲傷的孤獨這樣 這邊就是用我殘痛經驗來跟他說 該花的錢不要省 真的 這時候如果我當初沒有想到做無分那有多好 就做無分回去就好像沒有真的 因為真的沒有差那一點點錢 沒有必要你知道嗎 這樣走兩趟30-40分鐘的那個 真的是 而且每次都帶一堆東西 我真的壞XXX 所以就是大家剛來的時候 尤其是剛來的時候 該花的錢不要省 讓自己的overall experience好一點 對啊 我自己沒 那我沒有這麼快 因為他住Celioc 所以這跟你住的地方在哪裡又有差別 就是說如果你宿舍是方便的地方的話 這些東西當然可以省掉 但如果說今天剛好過來沒有那麼方便的地方 該花錢真的不要省 尤其剛來的時候 就是你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真的沒關係 你花一點點就沒有關係 喔還有中巢啦 其實應該都有啦 英國應該都有中巢、韓巢之類的 像如果以我們自己學校為例的話 Celioc就有 兩家一家中巢、韓巢 基本上你想得到什麼都有 泡麵 其實有維尼島醬麵 烤肉醬啊什麼的都沒有 海台心 我又喜歡海台心 海台心 海台心也有 泡菜也有 泡菜 我覺得泡菜真的一吃到一個感覺就是 泡菜洋蔥 但會比台灣會很多 但是 對啊 都沒有不知道 等一下 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剛剛沒講到雜貨店 什麼雜貨店 像Pownail跟V&M 這些都是雜貨店 喔 就是它有賣一些食物 可是它還有賣一些很多雜貨店 那這些店也是比較便宜的選項 其實Pownailco我覺得像雜貨店 Wakawnail就像雜貨店 可是Wakawnail可以買得到 像鍋具啊 那杯子 然後 土跟 重點 fired 你就是想在低策當間 我不要壞了 我覺得真的不錯 像是這個的話 真的非常的方便 暫時講得bed 歡迎大家當 快樂手忍 歡迎 пов倫 賣很多冷凍的食品 而且 他有賣4 bm 你知道 小四個和 seating�cem 賣4 bm 很便宜 所以我們去Sensbury 這個甜品超級便宜 而且都可以試試看 這個都可以試試看 就是 請問爾 Там 那你沒差 下一個就是帶一些服飾 分別蠻不會吧 會不會蠻不知道 其實我們為了這個 特別去做了一點 research 就是我們上網查 某一個服飾品牌的 某一件羽絨衣 我們發現其實 比較便宜一點點 雖然沒差太多 可是就差 差一兩千塊 有差一點點 而且如果今天是學生的話 如果去實體店 還有可能會有折扣 因為像什麼 這些可以之後再介紹 就是有些app可以download 出示說你是學生 他們有些店 會給你一些折扣 比較便宜一點點 之外呢 其實大家真的不用覺得 一般好像就很高大 對不對 我想真的 160在這邊是平均 連男生其實都沒那麼高 像我們兩個這個身高 大概166左右 165 在這邊基本上大家都跟我差不多 頂多比我高一點點 可能170 不會到高到180 好像差不多耶 150可能就會有點差 可是160真的差不多 是的 所以其實 希望不少太多 也不一定要十幾天 網路店有些 一樣可以出市場 其實對 像UNITANX他講的 7B 都會給你一個所謂的discount 一旦你很高的學生 你會給你一個折扣 然後就放進去 然後就完成了 來自邊就其實 洋蔥式的蔥法 因為室內都有暖氣 所以你也不需要 完全就穿太厚 就是你可以裡面先穿一些薄的啊 或者說中薄的啊 然後外面再加個羽絨衣 通常冬天外面加羽絨衣就夠了 或者是你如果真的很怕 你可以再加個發熱椅 在最裡面的地方 羽絨衣很重要 後天尾 然後冬天到春天除 其實都還蠻需要羽絨衣的 我們兩個每天住的地方是很容易啊 大家都是講真的啊 然後到夏天大家就開始就 不秀了 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 英國夏天有多熱喔 我這麼快發瘋了 你知道嗎 而且沒有冷氣 重點是沒有冷氣 很少的地方有冷氣 基本上你最多只能獲得電風扇 而且我們現在露裡 也沒有辦法電風扇 它一定快死掉了 你穿不秀也快死掉了 今天在你中暑 我猜5快要死了 好快快快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OK 最後一題 那這部分呢當然 Depends on 學校 但是大概就三個最大的準則 第一個就是接駁車的部分 以我們學校為例啦 他們是只有Walk home with 也就是開學前一週有接駁車的部分 而且你需要網路先去註冊 你不一定會有位子 啊沒位子其實也可以讀讀看 有可能walk in會有位子 好 第一個是接駁車 不是一直都有的 第二個是包車 你自己也去找包車 其實我覺得這本來是比較好的學校 因為尤其第一天到 你東西肯定很多 那如果可以直接送你去宿舍 那是最好的 通常會推薦一下說 假設今天在博明好好的 那就去找什麼台灣人在博明函啊 香港人在博明函啊 這樣的社團 不能說有沒有人能夠提供包車的服務 如果假設有朋友就一起share price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就是需要自己去找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火車 以我們學校來說是算方便啦 因為我們學校裡面就有火車站 但是 有一個問題是很多東西的時候 火車站不在你宿舍門口 你要走很遠才能到宿舍的話 搭火車還要再走一段 可能不是那麼理想 想想你住在那邊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地方 第一年住的地方 如果從火車站走 可能要走個二、三十分鐘 還是很久 而且假設晚上到的話 其實這邊海外天真的很黑 如果是九十月的話 現在當然 現在十一點就天黑 但是九十月的話 可能四、五點就可以了 晚上真的是要小心自己小心 所以最好選擇 我會推薦包車 因為尤其是第一次剛到的時候 當然第二次第三次你比較熟悉 那就都可以啦 講真的 可是第一次的話 可能包車會比較好 那其實講真的交通的部分 我剛剛說Uber 還有另外一次說Bo 我們這邊也很常用 那Uber跟Bo 其實講真的也不用擔心太危險 因為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就是很怕它很危險 因為之前很多什麼兇殺案 什麼之類的 就很害怕不敢用 可是講真的 其實還算安全 只要在手機上面下載 就是叫車這樣子 網路復環 我覺得算安全的 安全吧 我自己做的是沒有問題 而且我記得Bo 你剛下載第一次 對你會有遊客 所以也很不錯 對 推薦大家這些方式 然後我最後還有點通常加一個 英國真的是美食燒嗎 這個最多吸的 噢 吸的 所以本人認為 英國吃到好吃的餐廳 在鹽巴門不是中餐 第一次吃料理 可能沒辦法法在食命裡內 不過應該說 真的見仁見智 每個人口味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心裡都有一個底 花這個錢 應該可以吃到很少量難料 所以當買英國就覺得 花點四百多塊 就吃個炸雞 這樣OK的 還不是全家討 是那種家人討出來的炸雞 而且你有沒有知道 非常非常好吃 你覺得不只這個錢 這個又跟這裡物價有關 對啦 這個物價真的比較高 所以要花比較多錢買一些 原本在台灣很便宜買到的東西 當然這部分 因為我們比較慕舌 所以我覺得還好 就是美食燒我 我就覺得 好啦 可能有一點沙 可是我也覺得好像還好 所以說實話 英國也沒怎麼說 他們的 對啦 可以推薦大家吃飯 好 對 真的好吃 我覺得這邊印度要有一點好吃 對啊 所以講真的美食燒木 其實這邊很多印度料裡面 你說其他國家的料理蠻好吃的 對啦 很多其他國家的料理都還沒做吃的 就是英國當地藝術 就是那種 強盜成的 英國藝術 那這樣也不再說美食沙漠 因為還有其他料理啊 如果你吃別的料理的話 沒錯啦 但是真的很貴啊 沒有 可是我覺得好處就是說 好這邊是美食沙漠 那我們就會自己磨練一些廚藝 就像我們可以自己做油飯啊 為了要吃到好吃的東西 就是會自己開始做一些油 真的 所以我們之前回答 我們認為跟大陸的最無關的 還有我們兩個自己來的時候 所以想知道的答案 要是有什麼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去他的IG 什麼樣的 READ TLOG IG都可以打過 對 這邊這邊這邊 然後呢 有興趣的話 乾爹乾媽贊助我們 請下乾爹 下下乾爹 我沒有在找到那個 我沒有在 不好意思 有任何想要過我們合作的人 我們都歡迎你 非常歡迎 尤其台灣決定很容易 真的歡迎大家站住 那種HIDP啊 什麼 對 我應該是有啦 有啦 我現在直接賣肉了 所以 我們已經別估他髮了 我們必須要在我評就這麼難 我們可以說 你要再結束了嗎 我會在想欸 因為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沒有 剛剛有講到什麼東西 我之前還有收到一些問題 是不論要怎麼樣 找到流血的動力 跟要怎麼樣堅持流血 這些問題 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當然因為這個影片長多問題 沒有辦法講到那麼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知道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視訊網上讓我知道 我就會再拍一部 這不只是先稍微 就是簡略的說 這些是我們那時候 來之前最想知道 還有我自己來這邊都 會有的大概問題 全部都包在這裡面 所以我先把這些都解釋完之後 讓大家就是一個大禮報的概念 然後就是看完之後 你來這邊都沒有問題這樣 可能還是會有些困難啦 可是這真的是大問題都先解決掉了啦 因為講真的網路上面很少 就是很organized的 information 尤其是國米韓相關 好啦如果國米韓specific的 可以來問我沒關係 我今天先回答就是 英國 in general 大概是這樣子 對希望這個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跟留言 開啟小鈴鐺跟留言 然後記得開啟鈴鐺 然後如果再開問答 或是有問題就是 IG那邊一定可以聯絡得到我 對IG我比較安全 然後再次拜託 希望看電話吧 這樣子我們 非常需要 然後對就先這樣 掰掰 不知道為什麼我忘記說 但是大家下支影片見 掰掰 不知道巴黎也有嘟嘟車欸 你到底要怎麼幸福好不好 我簽啦本尊欸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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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他有什麼事 我很熟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都已經轉頭看著這位先生 希望他做一點反應 那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而且還看著另外一個方向來發達 連看我都不看我 到底什麼問題 不是假的 哈哈哈哈 他現在就拼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